各位小朋友好 今天是6月8號星期二的第五節 這節課是健康 那今天健康課呢要教你們呢 認識疫苗 像我們每年都會打流感疫苗對不對 那今天呢未來小學堂呢要教你 疫苗為什麼有效呢 打疫苗不會引狼入世嗎 那我們這一節呢就讓未來小學堂來教大家疫苗 什麼等一下要打針 我不要啦 我又沒有生病為什麼要打針 原來剛剛是要打疫苗喔 疫苗聽說可以幫我們對抗病毒 不過我覺得我很強壯啊 我會需要疫苗的幫忙嗎 看來我要先了解我的身體 怎麼對抗病毒 才會知道疫苗怎麼幫助我 走 我們去看看身體裡的運作吧 Let's go 嘿嘿嘿 終於進來這個身體 看我來大舉侵略 報告 發現有病毒入侵 確認是迪金 免疫經堂的兄弟姐妹們 出道 收到 看我的分身之術 哇 原來病毒跑進身體裡 會有那麼多的細胞來幫忙 而且還會分工合作喔 巨大的巨石細胞 肚子很餓 會把病毒吞掉 還會告訴T細胞兄弟黨 召集其他免疫細胞來幫忙 你看 殺手T細胞超勇猛俐落 而B細胞則會製造抗體 把病毒團團的圍住 讓它無法攻擊我們的身體 我就說我的身體很厲害吧 有巨石細胞 T細胞兄弟黨 和B細胞 我才不怕病毒呢 你確定嗎 要是新的病毒太厲害 打敗你的免疫軍團怎麼辦 對齁 所以我們才要找疫苗來幫忙啊 可是 疫苗到底是什麼啊 為什麼 他們可以幫忙啊 我剛剛是在做 戰鬥的準備啊 就像我們體內的免疫細胞們 也需要做戰鬥的準備喔 其實啊 疫苗沒辦法真的幫我們的身體打仗 打疫苗的目的呢 是幫助我們 鍛鍊身體裡的免疫大軍 運動比賽前呢 我們一定啊 都會訓練自己 熟悉比賽的動作 如果想要打贏病毒呢 最好的辦法 就是事先訓練好免疫軍團 讓他們熟悉病毒的打仗方式 就像我們考試之前啊 要多做練習題 做得越多 越熟練 下次考試的時候 就越得心應手啦 疫苗其實就是把變弱的病菌 先送到我們的身體內 讓免疫軍團和他們練習對戰 只要對戰過 以後不只會辨認出 這些病菌 各位知道怎麼跟他們打仗喔 這樣說來 疫苗是不是很像古時候 打仗練習的木頭人呢 而且還記得我們剛剛提到的B細胞嗎 在疫苗的訓練下 它會更快速的製造Y字型的抗體 並大量的自我複製 更厲害的是 B細胞有些分身 還會把抗體保存起來 下一次一見到入侵的病菌 就可以直接的丟出抗體 包圍敵人啦 不過啊 要先把這些變弱的病毒打入體內 還是會有些擔心 難道我們不會因此而生病嗎 打疫苗好像有一點隱狼入室 真的安全嗎 不用擔心 疫苗在進入我們的身體之前 科學家已經用藥物或者是培養技術 讓病毒變弱 只能被我們的免疫細胞打殺包鏈拳啦 如果是毒性比較強的病菌 甚至還是會被高溫給殺死 只是這樣的話 就要多打幾針疫苗 才能讓一波一波的抗體接力 才能達到最好的效果喔 而且啊 因為科學家利用病毒遺傳物質RNA 來製造疫苗 就能更精準的瞄準所針對的病毒 也更安全囉 嚴格來說 RNA疫苗中存在的 並不是完整的病菌 但一樣可以啟動我們的免疫軍團 既安全效果也不錯 面對善變的病毒 更可以靈活的因應喔 這一次新冠肺炎 有些藥草 就是利用這種新的方法做出RNA疫苗的 疫苗這麼好 但製作可不容易 一般疫苗的研發 大概都要花十年左右 要先挑選適合的病菌 進行動物實驗 之後還要經過三個階段的人體測試 慢慢讓更多的人來試打疫苗 確定沒有問題 才能正式讓所有的人來打 這個可是很漫長又很謹慎的過程喔 但是普及疫苗施打也不是這麼容易的 每種疫苗保存條件都不一樣 有些疫苗還需要超低溫冷藏 在比較貧困的地區 就連保存和運送都很不容易喔 我們跟病毒的對抗也需要人海戰術 如果只是少部分的人來施打疫苗 病毒很容易就找到可以入侵的人體 這樣就沒有辦法把傳染的狀況給控制下來 疫苗的效果也就大檔折扣了 越多人施打疫苗 越多人有抗體 當大多數的人有了免疫力 形成保護網 病毒就會四處碰壁 找不到可以技術的人體後 自然就會消聲匿跡囉 這場人類與病毒的團體戰 真的是很不簡單啊 希望透過疫苗和大家的免疫力 我們要早日打贏這場大戰 大家加油囉 我是小紅 那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嗨 大家好 我是Danny 螢幕前的你是否正戴著口罩呢 過去一整年啊 戴口罩跟洗手已經成了我們共同的習慣 或許要等到大家都施打疫苗 Vaccine以後 我們才能回到以往的生活 說到要打針 Get a shot 你可能會有點緊張 其實從嬰兒出生開始 就陸續施打 B型肝炎 卡芥苗 水痘等疫苗 每年秋冬的流感疫苗 也能給你多一層保護 Protection 這麼說來打針 就沒那麼可怕了吧 我們來複習一下今天的三個單字 疫苗 Vac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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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針 Get the shot Get the shot Get the shot 保護 Pro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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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掰掰 哈囉小紅 哈囉Danny 我來考考你兩題 你準備好了嗎 準備好了 好 小小一張貝 紙蓋嘴和鼻 防疫講衛生 出門要準備 猜一樣日常用 我迫不及待了 迫不及待了嗎 你一定猜得到嗎 我們現在 只有這麼大喔 對 我們現在每天都要帶出門的東西 保護自己也保護別人 沒有的話 不能坐公車也不能坐捷運 對 口罩 正確答案 還有一題 不一定這麼簡單 好 細菌病毒通通來報到 猜一個成語 細菌病毒通通來報到 是這個字 先想細菌病毒通通是什麼 它們都是一種生物叫做 細菌 不是 細菌跟病毒 它們都是一種生物叫做 生物 很小很小的叫 叫微生物 沒錯 那那個第一個字 為 為 就在這個成語當中 為 通通來報到 所以每個都到喔 為 沒有不來的 沒有不來的 所以通通都來 通通到 通通都來 來 為 無為不治 耶 答對了 登登登登 登登登 好了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 掰掰 好所以未來小學堂呢 帶我們認識的 異鳥對不對 那異鳥呢 就是讓我們 事先有一些 預習 就跟他剛才說的 我們就是要先 考試前 多做練習題 當我們真的 考試的時候 就會比較順手 好 那我們今天這節課 就上到這裡 再次 再次